2024年的比特币ETF发行 在投资市场上掀起了很大的骚动 那我该不该把比特币ETF 纳入我的投资组合里面呢? 嗨你好我是小饭 这部影片我想跟你聊聊 该投资比特币ETF吗? 我会聊这个话题的原因 是因为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核准了比特币ETF的发行 事实上SEC在核准这件事情上 是非常不愿意的 他是在被法院逼迫的情况下才核准的 但是SEC的主席还是针对这件事情相当在意 不断的警告投资人要小心 事实上这样的ETF发行之后 这种要投资起来会比以前简单许多 这代表资金要流入这类领域可能更多了 所以看来这档ETF上涨可期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值得长期投资吗? 这就是这部影片想要讨论的主题 那在进入细节前先说明一下 这是一个讨论投资理财资产配置 被动收入的频道 如果你对这一类话题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 并且选择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的所有影片 好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先谈谈第一个 过去不建议投资加密货币的原因 其实过去我已经拍过了一部影片 说明我不建议投资加密货币的原因 当时说的不只是比特币 还有其他的加密货币等等 这里我想要用这个影片里面的每一个原因 挑出来检视看看 现在的比特币ETF 是否符合这些原因和考量 首先第一个是 A 波动性 人家常说 B 天一圈 人间十年 很大一部分就是讲它的波动性 一天上下个10-20% 是失控见惯的场景 再加上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加密货币 也有一天可能跌掉99%的事情 也许第一个发行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 它不会有一天可以跌掉99%的可能 但是我想讲的是 未来它的波动性还是非常的高 这点我不认为因为有发行比特币的ETF 而有所改善 再来 B 风险没有对应该有的报酬 我之前有拍过一部影片 很有名的Sharp Ratio 就是来评估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它是用数学的方式来表达 我要用多少的风险 来承担多少的报酬 我觉得套用在加密货币上 根本也不用学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上下波动的风险 对于它该有的报酬比例 实在是太低了 我不认为这会因为加密货币 ETF的发行而获得改善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继续成立 那接下来 C 无人监管 如果说整个币圈的产品 无人监管这句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针对 比特币的ETF 那么也许就不是真的无人监管 至少它的规范已经是全球瞩目的 讨论话题了 这些ETF的发行商相较以前 它是比较好的 但是帮这些ETF 保管 比特币的那些单位 还是脱离不了 主要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而这些交易所 跟我一般所了解的 股市 债市 期货等交易所 它是不一样的 它的经营跟管理 它还是有风险 还有啊 透过比特币 它还是可以匿名去黑市 洗钱等等交易 这个还都是问题 这依然是政府考量 但是管理不到的问题 所以我会说这个部分的考量 它是部分解决 最后我们来看 第一 安全保障性 对投资人来说 再也不用去研究什么交易所啦 我要用什么冷钱包啦 热钱包啦 怕自己的冷钱包 它可能放在一个小小的USB 当这个USB不见的时候 资产就不见了 那如果放在热钱包 我又怕这个热钱包它不可靠 可能会被骇客 就偷走了 那我透过买比特币的ETF 你是可以去除这些丢失 加密货币的风险 但就像我在上一年讲的 就算这些有名的投信机构 它发行的ETF 它手上的比特币 它都是放在 Coinbase 币安交易所的冷钱包 也就是不会被拿上网 被害走 有一小部分它放在热钱包 它会随着ETF的追踪操作来交易 这时候Coinbase就变得很重要 它就不能倒闭 也不能出任何差错 毕竟Coinbase是上市公司 而且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所 所以这部分我认为 比特币的ETF 它是有部分解决这个疑虑 可是记得 FTX 这个曾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交易所 它也会倒闭 害大家财产归零 我不知道Coinbase是不是真的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件事情 第二个 比特币不是核心的资产 我认为核心资产 它是一个长期趋势向上成长的资产 就像是股市或者是债市 它都有这样的特性 可是比特币真的有这个特性吗 我是怀疑的 我觉得它比较像黄金 贵金属或者是大宗商品 它本身不会产生 鼓励或者是殖利率 因为它不会产生价值 它靠的是价差来产生利益 我认为在投资组合上 它能够起到的作用 就是跟股市还有债市 我们在做投资组合的时候 它产生一个非相关性的作用 让投资组合做得更分散 但是因为它没有刚刚讲的 长期趋势向上成长 它不是一个核心的资产 在资产配这边就是可有可无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拥有一个真正能够让资产长期向上 一年花不到你两个小时的投资方法 我认为用每股ETF来做指数化投资才是最好的 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想一次性了解 你可以参考影片说明栏的免费课程 也许你会说 难道我就要错过最新的科技 带来经济果实吗 关于这方面我的看法是第三个 区块链的价值应该展现在指数化投资 先讲如果你想要了解比特币 和它代表的区块链的基本知识 我拍过这部影片说明过 你可以去参考看看 那在这里我想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更简单的概念 如果你有在关注台湾的半导体新闻 就会常常看到台积电跟荷兰的ASML 它去购买价值单价超过1亿美金以上的机台 但是这个机台它会让台积电创造远远超过这个 1亿美金机台的晶片产值 台积电可以让它的产品良率 比其他的竞争者更高 这个也是台积电厉害的地方之一 而其中里面的那个镜头 是非常贵的高精密产品 我对比特币的看法 它就是背后使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区块链技术就像是刚刚讲的这个机台 而比特币就是那一个镜头 很珍贵 单价很高 但是它本身不会产生价值 而是这个机台 它交到了会用 懂得用的台积电 才会发挥最高的价值 区块链的技术它可以去中心化 而它不能更改的特性是可以让未来人类的资讯应用上 少了更多的成本 也可以得到更多公平的分配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 目前对于区块链的应用跟关注 它背后所带来的真正用途 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这个还在努力当中 目前在乎的都是它做出来的币跟NFT 它的价值是值多少钱 如果说今天因为这整个区块链的技术 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经济活动 这个有价值的经济活动 一定是会有一些公司以此赚钱而成为上市的公司 那么它的价值 理应就应该反映在它的股价 跟它的市值上 那这个时候 只要够大 指数化投资它就会自动放进去 像刚刚前面讲的Coinbase 这家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 它在VTI全美股市ETF里面 它目前拍片的时候 它占有0.04%的比例 目前比例不大 但还是有包括在其中 之前有挖矿热潮 大量的人去收购显示卡的时候 其实指数化投资里面的显卡公司 也会因此得利 台积电也曾经有一次在在财报里面 提到它有一大笔意外的收入 是来自于矿机的订单 我认为 这个才是目前正确的方式 把区块链价值考虑进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当然你的工作就是和加密货币有关 那就是算是你的主动收入了 这个不在这部影片的讨论之内 所以总结以上 我针对该投资比特币ETF吗 我提了三个观点 第一个 过去不建议投资加密货币的原因 我用了四个角度来看看 分别是 A 波动性 B 风险没有对应该有的报酬 C 无人监管 D 安全保障性 目前CD似乎有在 比特币的ETF有获得一些改善 接下来我谈了 第二个 比特币不是核心的资产 我认为它还不是一个长期会成长的资产 所以不认为它是一个值得投入的ETF 如果你真的想要拥有一个 真正能够让资产长期向上 一年花不到两个小时的投资方法 我认为用每股ETF来做指数化投资才是最好的 这部分如果你想要一次性了解 可以参考影片说明栏的免费课程 最后我认为第三个 区块链的价值应该展现在指数化投资上 除了B 本身 我认为要更关注的是区块链本身的应用 它创造了多少的经济价值 而这些价值 理应在指数化投资里面就展现出来了 我也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 为什么指数化投资包含的公司 已经从中得益了 我认为这是目前想从区块链的发展 获得长期利益的最佳方式 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我的YT社区 1400多人中有20%的人开始他有点心动 事实上如果你也在考虑 要不要买一点来试试看的话 那你更要想想看 买下去对你整体的资产 是有多少的影响力呢 如果你只买1% 那今天的1%涨成2% 对你整体的资产看起来是多的吗 不但又要去思考你要买多少% 会不会又因为新鲜嘛 那我就开始多看他的走势 又去浪费自己的时间 这到底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投资策略呢 甚至是不是符合个人事业的策略 因为一定有舍有得嘛 币圈的变化绝对是24小时不停的 未来这类的ETF发行久了 你还可以进一步看 他的周转率有多少 交易量有多大 你就会了解到 到底有多少人 他在长期持有 或者是有多少人 他其实是短线操作了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投资小白 我真的劝你不要花时间在这个上面 即便现在有的银行说 他在2025年可以看到 比特币会上看20万美金 但是中间的那个起伏就是很大 谁能保证真的会到20万美金 会不会过了一阵子 投资银行他又改口了 那这种事情 早就见怪不怪了 另外我们也可以参考Vanguard 也是我觉得最可以信赖的 基金发行公司 他就没有随波逐流 他不但没有发行这种产品 而且他的用户 也无法在Vanguard的账号里面去购买 别家公司所发行的 比特币ETF 这也是因为他不认同这种产品 不觉得这个能带来 投资者长期的回报 那最后我想问你 你是否曾经在币圈大赚大赔过呢 曾经大赚的请留言A 没有经验的请留言B 你曾经大亏的请留言C 如果你想分享更多的故事细节 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不错 请记得按赞留言或分享 这样子会让YouTube了解 要推送相关的讯息给你 同时也可以让这部影片 推送给更多的同好 进而得到更广泛的讨论 如果你对投资理财 资产配置 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 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 并且选择全部通知 就不会错过的所有影片 我是小饭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